南加州海岸发生重大漏油事件 导致亨廷顿海滩关闭 原定在该地区开展的活动被取消 亨廷顿海滩市长金塔尔表示 周六海上石油生产设施发生泄漏 泄漏量大约为3000桶石油 约合12.6万加仑 卡尔将其描述为一场环境灾难 原因是一条石油钻井管道的破裂 导致死鱼和死鸟散落在沙滩上 近海湿地被石油堵塞 泄漏发生在周六上午9点左右 美国海岸警卫队接到泄漏的通知 到周日清晨漏油已经到达岸边 亨廷顿海滩市周日上午在新闻稿中宣布 油污已经进入塔尔伯特沼泽地和圣安那河小径 在约5.8海里的区域内呈扇形散开 官员表示由于泄漏规模巨大 需要采取迅速和积极的行动 该市表示已经部署了撇油设备和围游栏 以防止石油流入生态保护区和亨廷顿海滩湿地 泄漏是由爱立石油钻井平台的一个缺口造成的 从亨廷顿海滩码头一直延伸到纽波特海滩 这片海岸很受冲浪者和日光遇者的欢迎 官员们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泄漏的原因和涉及的石油类型 周日上午 该市政府官员宣布 太平洋航展的最后一天活动被取消 以帮助清理工作 此外 由于有毒烟雾等潜在健康危害 建议居民们不要在海滩附近游泳冲浪或者锻炼 奥兰志县县长卡特里纳弗利发推文表示 漏油事件已经影响到野生动物 死去的鸟和鱼已经冲上海岸 纽波特海岸市长布拉德·艾弗里报告称 当他从卡塔利纳岛返回海岸时 他看到有海豚在游屋中游动 加州野生动物部设立了一条热线 接受民众报告受石油影响的野生动物 官方建议个人不要处理野生动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